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精灵优越净土后,晨曦出战之时,确实令本皇女心旷神怡 小姐的意思是,她已经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了 我们也睡吧吃吧咯 嗯,那我就直说了 刚才我用水沾盘看过 有一处新的幻境,已经在那边的岛屿上汇聚成形 而且,如果直觉没错的话,应该与我有关 这次是莫娜呀 之前几个幻境,莫娜都陪着我们去了 这回,轮到我们去你那里看看了 呃,没什么好看的 梅吉斯图思琴,您是在不好意思吗 不不,怎么会呢 我才不担心大家看见过约翰城的幻境 从而对我这个人产生偏见呢 都说出来了 其实,大家一般都会觉得占星术士很超凡脱俗对吧 我担心,万一我的幻境不是那样 本皇女可没有再期待那种愚昧无比的事 我也没有,倒不是不对你抱有期待了 但我认为,莫娜你本来就是个亲切善良的人 不需要伪装 怀抱平常心的人 其幻境也会呈现出相应的亲切 这不是好事吗 对呀 再说,我们去莫娜的幻境也不只是观光旅游 还有别的目的吧 这样啊 那就好 只要你们别太期待,我就不紧张了 好,那出发吧 我来来什么 我整天第二天 有机会 请来 神经病 我的健所 散家 可能 所以 我也有 好像 是 脸 脸 以后 无人 判断 终于 了 水栈 看盘上显示,我们已经到幻境了。嗯,先找入口。 会不会是那边那个? 这看起来,好像是个水池。 不会是要游泳进去吧? 哦,难道我们之中有汗鸭子? 我倒觉得问题可能不在这里。 有人害怕了是吗?那好吧,就由我来打头阵。 开始了,他对游泳很自信,所以开始炫耀了。 小姐,注意措辞。 哦,先走一步。 啊,莫娜跳进池子里消失了,我们也快跟上去。 好宏伟的建筑。 哇,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 啊,莫娜,你的幻境太厉害了吧? 虽然比起优越净土还是寒碜了一些, 但也不错哦,梅基斯图思琴。 太好了。 幸好不是什么被老太婆训话的课堂。 面子算是保住了。 天才占星术时的环境,当然得气派了。 。 接下来,开始搜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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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连动是必要的 下一项工作室 我会跟上的 我会跟上一项工作室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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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项工作室 工作还没有做完真的可以提前休息吗 我来说这三个项工作室 我们要用这些器材 看来,屁股的屁股 屁股的屁股 屁股的屁股 我们要用这些器材 我会跟上的 安逸的氛围 安逸的氛围 喜欢 哇 打开了 啊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那边有颗星星 哦 跑掉了 我们也跟上去 呃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呃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深信这门学科的价值 也坚信通过占星 我们就能窥见万物的运行规则 呃 居然是我的自言自语 人们得知我会占卜 纷纷向我提问 我失踪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那个人 究竟爱不爱我 我能康复吗 我去把乘工 呃 坐 那贤的啊 我去把乘工 呃 走 我去把乘工 我去把乘工 呃 转发 打赏讯線 我去把乘工 呃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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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 占星术都是我引以为傲的事物 我自己的声音 咦 这难道是 我深信这门学科的价值 也坚信通过占星 我们就能窥见万物的运行规则 呃 居然是我的自言自语 人们得知我会占卜,分散向我提问 我失踪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那人究竟愛不愛我? 我能康復嗎? 讓我來走 真成了我,將結果如是告知他們 诚实会招来厌恶,可我无法对崇高的占星术说谎 占星术就是骗人的 别开玩笑了 我想静一静,能请你马上出去吗 他们失落的表情变成了刺向我的历刃 我猜到了,却还是很难过 犹如坠落深渊 我猜到,却是有秘密的 我的历刀 我猜到,却是有秘密的 我猜到,却是有秘密的 谁是有秘密的 我猜到,却是有秘密的 一样,却是有秘密的 一样,却是有秘密的 跟人有秘密的 巨大的占星术说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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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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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都是好东西 工作时间到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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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跟上的 不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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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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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种险险 快跟上去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项工作室 我会跟上的 我会跟上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占星术令真实彻底显现 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 没关系 胖壁也是占星术修行的一环吧 我必须更强大 才能学着说服他们 在山上遇见了陌生的冒险家 他和我一样是来摘野果的 还分了我一些 作为报答 我应他的要求帮他占卜 结果令人恐惧 我劝他尽快放弃冒险 否则不出两年就会丧命 他沉默了 意外的 他没有怀疑我占卜的可信度 只是表现得十分为难 就算是这样 我也要继续前进 冒险家可不能害怕困难呀 这样说着 他又提起登山包 向山顶进发了 沉默 不过 这件事始终在我脑海里 抹都抹不掉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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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始终在我脑海里 抹都抹不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又出来了 又出来了 莫娜 莫娜 那个冒险家 真的死了吗 我只见过他一次 至今有三年多 所以 他应该已经不再认识了 可是 就没有一点他还活着 只是你算错的可能吗 遇到坏事就全然拒绝 遇到好事就深信不疑 这样的事 不能被称为占卜 只能算是自我安慰 作为日常娱乐当然没关系啦 但我学的是一门没有谎言的学问 否定我自己的结论 是在亵渡占星术 残酷 但也真实 命运确实是这样的东西 平时我可不说这种话 但既然提到了 还是希望大家 别把占星术 跟街边小摊小贩的那些抽签活动 混为一谈 我们研究星效 绝不是为了让谁听了奉承高兴一整天 占星术士 是为了验证真实 见证世界之理而存在的 所以我说 占星术士就是个张人讨厌的职业 很伟大跟惹人厌完全不冲突嘛 为何突然这般吵闹 如也不是那么不值得结消的人呢 小姐的意思是 很高兴和您成为朋友 不是啦 我没那么说吧 傲姿 你怎么回事 越来越喜欢假传我的旨意了 哎呀哎呀 为什么呢 难道是我太担心小姐得罪好朋友 特意时时刻刻挽回吗 我见识没那么广 只认识你一个占星术士 不过你给我的感觉很好哦 完全不讨人厌 随便向别人打听秘密 又把不喜欢的结果随手丢弃 那些人自己才要反思一下 命运 可不是那么便宜的东西啊 如果命运是三言两语便能回避的东西 人间就不会有别离之苦了 莫娜 别往心里去 追逐本心 永不忘记正确之事 这样足矣 也 也没必要这样关怀我 我很强忍的 好吧 那 那 谢谢大家了 听不清楚 请大声向本皇女献上你的崇敬与祝福 哼 好了好了啊殿下 比起斗嘴 您还是先去水池倒映出的新地点 回收其他碎片吧 没有那个 我们可进不去环境啊 唯有小姐您锐利的目光 才能锁定秘密 唉 既然如此 好不好吧 本皇女就一架海滩 走啦 莫娜 哦 哦 来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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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蹬结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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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如何 该出发了 安如磐石 固若金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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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知道那些心中藏著什麼了。現在,我將抓住自己的命運。 我只想知道那些心中藏著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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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 有一只水晶製成的透明小鸟 漂亮又脆弱 能唱动人的歌 但平凡的人们看不到它 觉得那是骗术 怎么会有透明的鸟 又怎么会唱歌 鸟儿听完 鸟翅飞了起来 越过海洋 翻过群山 一直来到夜空中 成为了星星 它的光辉异常夺目 足够照亮所有人 它允许所有看得见它的人 跟随光芒穿越夜幕 循着星辰驶过海洋 但于智慧 困于愚昧 它从不抱怨 这是它的命运 而引导人们看见命运 正是它的意义 回到这里了呢 意思是 我们彻底离开幻境了 怪了 我的幻境里 并没有那些 关于愚人种和装置的线索 难道说 这些是与它们无关 或者 这些与我们有关的幻境 本就不是过程 而是结果 呃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这些幻境并不是引导我们解开谜团的线索 而是单纯的结果 有人做了某些事 使这些幻境诞生 它是被动产物 自然就无法提示我们什么了 倒不如说 这些幻境只跟我们自己有关 纯粹而自我的结晶 嗯 各位 或许这件事 应该回到原点 最初登岛那天 我和旅行者一起调查了愚人种的营地 那里有台古怪的装置 旁边的愚人种 神志不清 与我们交涉的研究员声称 这台装置只是他们愚人种的工业发明 并和我们约法三章 保证不会打扰我们 对对 那个戴帽子的胖子 看起来像没睡醒一样 老说胡话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陷入癫狂和产生幻境 是装置导致的两种不同结果 而这一切 确实也跟那台损坏的装置有关 但产生区别的不是装置 而是受影响的人群 这么说来 梦与幻觉确实很难分辨 你的意思是 我们跟他们在某些地方不同 所以受影响的结果也不同 对 而根据这几日观察 我认为 我们和那些人的区别在于 我们都拥有更为顽强坚定的意志 哦 说得通 意志坚定的人不会陷入疯狂 所以只是产生幻觉 至于容易被击溃的人 就没法留下那么稳定的幻境了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即刻返回于人中营地 摧毁那台装置 不 比起摧毁更应该修复 小姐的意思是 贸然摧毁不明装置 或许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不如先想办法修复 嗯 小心使得万年船 如果我猜的没错 那台装置很可能会对人脑产生影响 我们最好小心处理 那现在就过去吧 抓紧时间 哎呀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我可在这等了好一会儿了 不过这艘船 这艘船有甲板吗 应该算是山板吧 哈哈哈哈 哎呀没想到我堂堂赤碎百木鬼 麾下的大海盗船 有朝一日也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呀 原来你还是大海盗船呀 不过赤碎百木鬼 那是谁呀 怎么 你们居然都不知道赤碎百木鬼之名吗 赤碎百木鬼左卫门 那可是守护着青睐最了不起的大海盗的名字 现在居然也 确实没什么印象呢 对了大肉丸 你之前让我们来找你 是为了什么事啊 突然被这么称呼还有一点不习惯 哎呀其实是这样 你们看之前我也说了 我是漂流到这里的 所以我原来的身体肯定就在附近 用身体这个词感觉好奇怪 哈哈哈 不过我确实要尽快找到我原本的身体 虽然不知道在这里睡了多久 但是我的同伴一定还在等我 我一定要快点变回原样 得快点回到他们身边才行啊 原来是这样 是啊 只不过呢 只有我可没办法去 会说话的船毕竟也只是一艘船嘛 还是需要有人来驾驶的 这样 我们来作笔交易吧 你们帮我找到身体 我就帮你们寻找宝藏 宝藏 毕竟我也是海盗船嘛 该说是长久在海上搜寻珍宝的直觉呢 还是什么感应 哎呀我刚醒过来就感应到 这周围可有很多珍贵之物 这可是大海盗船的直觉 怎么样 是比划算的买卖吧 我们就帮大肉丸吧 大肉丸找到原本的身体 我们得到了宝藏 那不是皆大欢喜吗 嘿嘿 怎么样 能否帮上我这样一个忙呢 好 其实我刚醒来的时候 就有个地方想去 哎呀 以我海盗船的直觉 那里肯定藏着一个大宝藏 我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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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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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不是吗 小姐的意思 说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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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